碳的其他化合物 最常见的 属于无极化合物的 包括四粒化碳 包括二粒化碳 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四粒化碳上没有氢 所以应该算无极化合物的范畴 碳的四种鲁化物都有 都能够合成出来 四伏化碳 无射气体 四粒化碳 无射液体 这个实验室经常能看到 它的价格价格 相比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然后又是液体 可以用它来萃取点 可以萃取锈 四粒化碳 无射固体 四点化碳 暗红色固体 所以这个最常用 是因为它是液体 你这个气体也不好用 四粒化碳是最重要的 非水 非子子 非集气氧剂 所以在实验室里边 经常用来做 萃取用 永点是负的22.9 费点是76.7度 所以在常温情况下 这个挥发的还不太明显 四粒化碳可以做灭火剂 主炎剂 原因是什么呢 四粒化碳灭火 它不能够和氧发生氧化化碳反应 如果发生氧化反应 你就不能灭火 再一个 它稳定 遇到水 它也不发生水解反应 所以它可以什么 和空气 它一挥发 遇到热 然后可以把空气 和可原物 隔绝开来 所以它的重量理事 使可原物 隔绝空气的办法 实现了灭火 实验室有的时候 就有那种一个 玻璃弹的那种灭火剂 如果你要发生实验室 有着火的 往上一摔 然后遇到温度 它一下挥发出来 马上就隔绝空气 然后火就灭了 碳的鲁化物中 只有四粒化碳 可以由单子直接化合 原因是 浮世特别活泼 可以和碳直接反应 氯和碳 氯氧化能力比较强 按热力学这个数据 它是能够氧化碳的 但是这个速度太慢 所以实现不了 那么四粒化碳 可以通过甲烷 与大锅量的氯气反应 或者叫甲烷氯化的反应 来实现 比如说 在300度以上 甲烷和氯气反应 就可以自备四粒化碳 也可以通过 二粒化碳的氯化的办法 把它转化成四粒化碳 在硫化压铁柱 吹发剂的情况下 适当加热 那么二粒化碳和氯 就生成四粒化碳 那么看到二粒化碳 二粒化碳跟二氧化碳是等电子体 但是二氧化碳是气体 二粒化碳是液体 所以二粒化碳是一个重要的无极化合物 这个无色液体也是重要的非水 非极锈 溶剂 溶点是负的一百二十一度 费点比刚才那个四粒化碳 要低一些 你想想 这个上有两个配体 四粒化碳有四个配体 那个半径那个比它大 就是射产力大 所以说 溶费点比二粒化碳都高 非脂质 非极性溶剂 它也是一个重要的 用它来生产有机化合物的一个原料 一个原料 二粒化碳和什么不一样呢 和四粒化碳不一样 这个硫是负二价的 这个碳正四价的 好像不能再氧化了 但是硫可以被氧化 所以说 它的最重要的性质 就是还原性 你想一想 这个负二代瘤可以和氧 反映生上二氧化瘤 然后的碳的氧化素不变 结合生上二氧化瘤 那么这个反映 在变氧的情况下 很容易就进行越去 如果把二粒化碳 碰入高母酸甲溶液中 这个负二代的瘤 可以把高母酸甲 还原 如果高母酸甲又过量的话 可以生成这个硫 继续被氧化 生成硫酸 如果高母酸甲又不过量的话 它就生成大的硫 沉淀出来了 二氧化碳 还是二氧化碳的酸性氧化物 二氧化碳肯定也是酸性的硫化物 那么可以和碱性的化合物反映 比如说 它可以和硫化钾发生反映 类似于二氧化碳 和氧化钾反映 那么硫化钾 加二硫化碳 生成什么硫带碳酸甲 如果二氧化碳和氧化钾反映 就生成碳酸甲 所以只是硫和硫 换一下位置而已 这个是能够进行越去的 怎么支配呢 使流氧气通过红热的雾炭 就可以自备出二氧化碳 这个支配是比较容易的 也可以通过甲烷与硫反映 然后用二氧化硫胶 或者三氧化二氧做催化剂 生成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除了刚才我说过 重要的非水非集成分剂以外 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用它为基础 还可以合成其他的有机化合物 然后我们要介绍一下碳化物 碳化物根据与碳直接结合的原子的性质不同 可以分成三类 首先的一类就是离子型碳化物 第二种是尖冲型碳化物 第三种是工价型碳化物 尖冲型碳化物就相当于 把一种原子填冲到其他金额里边缝隙的位置 这个尖冲型化物 这种化物其实经常能见到 离子型碳化物 是指碳以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些金属形的碳化物 比如说 碳化钙 碳化尾 碳化铝 一般来说 离子型碳化物中不一定有离子件 但是由于有典型的活泼金属原子 所以你们把它叫做离子型碳化物 所以不一定都有离子件 当然了 刚才我看那个最活泼的碳化钙一般就是离子件 离子型碳化物容易碎解 我们知道 中学就知道 那个乙缺怎么生成的 就是碳化钙碎解的 那么碳化铝碎解生成的也是缺停 只不过是三个碳并缺 这个碳化铝碎解发生反应 生能是完停 生能是完停 然后氢化物 为什么它生能是完停呢 实际上这三个碳是不连的 被煤把三个碳给隔开了 隔开以后没有碳团件 那个碳化钙为什么生能已缺呢 那两个碳是相连的 那个钙没有把它断开 在这个里边铝把碳给断开了 重过度金属的原子的半径特别大 那中间那个小缝隙中 金额中 如果冲填碳源子以后 就形成这种所谓的 尖冲型的碳化物 大个儿这个 我们看到是过度金属的话 这小个儿的这个红色这个 如果是碳的话 它把它填到它的缝隙中 原来金属的金额 没有明显的变化 所以尖冲型的碳化物 使原来的金属的性能得到改善 它的硬度 永点比原来的还要高 金属光泽也没有发生变化 应远保持原来金属光泽 硬度永点都升高了 所以能够改善它的性能 我们知道最便宜的钢 就是碳钢 是不是 往那个铁里边 兼冲进去一点碳 使它很多性能得到改善 高哈泥坦木物等 这些半径比较大的金属 都可以和碳形成这种 坚冲型的碳化物 那个 轻过度金属的碳化物 它的活性应该介于 重过度金属坚冲型的 和前面讲的最活泼的 容易水解的离子性碳化物之间 性介于之间 有的可能就能够发生水解 所以轻过度金属的碳化物 可以和水以及酸反应 生成碳形化物和氢气的 碳化棚 碳化硅 这都是什么新型的碳化物 是不是 这些新型碳化物 有更多的优点 比如说这碳化硅 叫金刚散 金刚硬度高 所以说硬度比较高 碳化棚也是高硬度 高永点的化合物 工价型碳化物 主要特点是高硬度 这都是工价型的 金刚石的硬度是10 这个金刚的硬度是9 金属中最硬的是那个个 也是9 你说这个是不是相当的硬 碳化棚可以用来打磨金刚石 说明它的硬度 比金刚石还硬 当时排硬度的时候没有它 所以金刚石排个最大 金刚石 硬度是10 那就是没有它 这是最近这些年才有的新型的操用材料 这些是什么 这些人感觉 都没有它 那是什么 草原列的 怎么会很容易 得到 结果 这些人的 是文化 很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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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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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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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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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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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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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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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